大家好,欢迎走进《风子说体育》这期我们来聊一下中国女蓝 今天呢,国际蓝联公布了最新的世界女蓝排名 中国女蓝凭借着在世界杯预选赛强劲的表现 又一次成功的提升到第七名的位置 但是我们现在不想看到这个排名 我们更关心女蓝的现在 因为中国女蓝目前已经确诊了十名 呈阳性在贝尔格莱德进行着隔离和治疗 对于中国女蓝回国的时间 据网上一些媒体报道 大概在三月中旬左右 届时姚明很可能派出专机 去接中国女蓝这些英雄的姑娘们回家 确实女蓝在贝尔格莱德的这个动态 让大家非常的关心 中国女蓝呢,依然无法启程回国 因为必须要达到一些标准 才能完成回国这个手续 虽然暂时现在没有新的阳性人员的增加 但是在国外多待一天 就相当于多冒一天的风险 毕竟国外总是不如国内安全 运动员也真的不容易 在疫情肆虐的这些日子 还要为国家荣誉东奔西跑 确实应该给他们更多的物质和精神奖励 我们再看看中国男足随随便便 一场赢求的奖金就高达了600万 可是却因为自己的实力问题 总是拿不到手 这是被人笑话的 而女蓝也是参加世界杯预选赛 而且是三战三胜成功极升世界杯的正赛 那为什么他们拿不到应该得的奖励呢 只有男足重要吗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看看女蓝姑娘们遭的这个罪 国内哪一支运动队遭遇过向他们遭受的这一切 中国女蓝真是好样的 面对困难 无所畏惧 相信他们也不会有任何退缩 希望他们在布尔格莱德能够好好的保重身体 完全按照防疫的管理规定做事情 我们相信中国女蓝的队员们可以 在未来的隔离期间内 没有这种感染的风险 能够完整的归来 有多少人出去那么就有多少人回来 期待你们的凯旋 我们所有的篮球迷都在等待着他们英雄般的归来 姚明真的要用包机接他们回来 确实中国女蓝的球员应该有这样的待遇 包个机把女蓝姑娘接回来 这是最稳妥的方式 希望中国女蓝的姑娘们一定要坚强 在异国他乡 虽然会有思乡之苦 但是一定要坚持 坚持再坚持 好了 这期话题我们就聊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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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